原来我那天是弄错天赋了 我说怎么跑得那么慢呢 我还以为是卡天赋了 今天我真是倒霉的一天 不是刚把自己给付片成功了吗 结果今天一局就回到了解放前 这里我和别人在打架 突然有一个人摸到我这个东西 结果就没了 出去一看我惊呆了 天哪两把武器全掉头也掉 我直接人傻了 我可就只剩下把金魅利亚 这让本不费得我雪上加霜 没办法我只能看一下这个武器箱子了 出了三把枪 第一把是冲锋枪 第二把是步枪 第三把是菊 OKOK 那么咱们就用步枪发家支付 这局复活点有点远啊 而且我没有头 现在是光头 我需要去刷一个boss 拿一个四级头 看到没看到没 前面有一个人跑到了顶上去 他可能在上面当老六 咱们去抓他 与此同时 下面又一把妹公仔刷boss 哦 不要急飙荒 他们都会成为打工仔 这人是来开武器箱的 不是来依人的 哦 下去正好看到他打完boss 我直接一梭子拿下 谢谢这个打工仔 哇塞 在楼梯口他还打了一个 这里面有一把改妹 改妹还是挺不错的 但是他没掉东西 boss也没掉东西 不过还好有个四级头 有总比没有好吧 走走走 进辐射区去了 千万不要被打中头呀 你敢打我头 我就敢死 对面好像听到一个脚步声 哦 他貌似也听到了我 先僵持一会儿 结果我还在思考怎么打 打门又进来一个 哎呀 哎呀我去 这榴弹没打出去 没事没事 他在我的脚下只能等死 我看到他有一个不眼龙六头 能不能告别光头 就看这小伙了 先用榴弹轰炸他 差不多了 就下去干 哎呀我去服了 没爆红 接着再去对付隔壁那个 先来一颗火蜂鹿 看到了 在下面门口架着我呢 这颗雷送他归西 要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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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呐 这美红妖射子的好散 不要急不要慌 等我打个要再战 他就是蛋仔的羔羊 能不能一波起飞 就看他的了 拿下拿下 不过他好像也是四季头 哎我的天 两个六季包一个六吧 嘿嘿也不错也不错 这一波也很赚 就是可惜没有六头 哎 填完包之后 再把这颗箱子给开一下 这里的箱子都好穷呀 旁边卖货都很少 这里穷肯定要飞的地方 有可能是黑门 所以能不能给我开一张黑卡 我直接去把手黑门去 哇塞真的来了 一张黑卡到手 这局我有预感 要开到金砖 火箭的箱子已经全部被偷 咱们走另外一边 因为是那边的黑门 加上这边的箱子 差不多全被开光了 当我换过线时 正好有个小飘仔冲我进来 嘿嘿不爱 来得早不如来得强 你也真是够倒霉的了 他还有一把精致的武器 不过这把枪没什么用 来到这边之后 发现箱子还没有被开 来来来 给我出根筋吧 拜托拜托啦 好家伙 这里就一个箱子没被开 其他全被偷了 这一楼还有跟了网之鱼 nice 终于出尽啦 这时我看了一个敌人 完了 没有秒掉 追追追 结果你们知道吗 这个敌人太松了 被我打了之后 立马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身上肯定很肥 因为他把黑门给开了 但是箱子没开撒腿就跑 一定是很肥才会这样 那不好意思咯 箱子归我啦 还省了一张黑卡 美滋滋 第一个箱子没出金 第二个箱子也没有金 不会是个地宝黑门吧 我靠 一根金没有 果然是个地宝黑门 我想在这里蹲一下 我看那小子会不会撞着胆子回来 等了几分钟之后 依旧没有动静 估计他是真的跑了 刚刚应该追得快一点的 只要没想到 他会头也不回地跑 最后把一路的几个箱子 开一下就错了 大门还有一个 这个也出金了 那还不错 这局也赚了蛮多 三减六级 最后赚了三百万 后面我又玩了两局 我跑去刷boss 第一个boss直接爆金 一把金色喷嚼 来人了 吃我一榴弹 一个小小的瓢仔而已 看一下金枪的属性 这两个属性是不是极品 下一局我又去刷boss 这个boss够厉害的 出了一剑钢链和钢骨头 太肥了 好了 我是唐欣 下期视频见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